这是我母亲,这是我妹妹 我被打之后,我母亲大年初二就过来了,赶来看我来了 我妹妹他们俩 现在已经来几天了 你妈妈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范素琪 范素琪 是哪里人呀 我是大连的 大连的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我76了 你妹妹叫什么名字呀 她叫孙玉清 孙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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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大连的 多大年纪了 39 39岁啊 你是专门为你姐姐被政府绑架的挨打的事情来的吗 对 那你妈妈 我听说我女儿吧 被人家打了 被政府绑架打了 我就大年初二我就来到北京 你是否也被派出所抓进了派出所吗 我是 你是哪天抓到派出所的 我是昨天抓到哪个派出所了 抓到离家门城进了 出发服务里派出所了 天安门派出所 进了天安门派出所 送了天安门派出所 送天安门派出所 然后又给我送了九金庄 又送了九金庄了 您再说一遍好吗 是哪个派出所 后面又抓到哪去了 抓到九金庄 又抓到九金庄了 那你 完了就会 他这样那个黑龙江 黑龙江刷三个关 这天安门派出所 那你不是昨天不是到了九金庄吗 到了九金庄以后 那你怎么又到了南站了 你 他是不是有病了吗 我这会有病了 被他们被那个 被人接住来 被接访的接住来以后 然后那个 在那个 在那个什么就是 那个在那个住地儿 完了生病了 生病然后就是买着药了 就买着药了 这就买着药了 就在那里面 嗯 在住地办就有病了 然后买着药了 买着药就是 后来他们的就得送回来 就这么回事 那你的女儿被挨打以后 你心里面感觉是怎么样呀 感觉挺可心疼的了 难受的 你认为在你感觉认为 政府打人对不对呀 不对的 他政府打人他是定不对的 他为什么随便 随便他就打人 那不行我上访打人 我们没有 原原十年他不行上访打人 政府打人是对你爱护吗 还是 还是怎么个 这才是什么措施什么爱护啊 什么爱护啊 黑社会 欺负人还得封人年解呢 政府打人 赶在大年夜 打人 这叫对吗 黑社会都做不出来的 独独事他们能做得出来 你是不是反对共产党了呀 没有 我们反对共产党干嘛呀 咱们都是老百姓 只要你不欺负我们老百姓 就是好官 我不管你是谁 我们反对共产党 我们不反对共产党 到任何时候 到任何时候都不反对共产党 你别给我们扣帽子 但是呢 我跟你讲 他们打人 我们就是 因为他这个是 他代表谁 我不管 他打人是他的行为 我们是坚决不能接受的 这种传统节日 三百六十天 就这么一天 可能他们就在这一天 把我打 谁能接受 你们既然就是 不反对共产党 你们认为是不是 认为他是家长 他就应该去 去随便打人呀 有没有这种感觉呀 家长也不能随便打人呢 如果你孩子有错了 你家长可以打 也可以教训呢 但是你不能打 你可以说服教育呀 你不能打人呢 政府能不能代表家长呢 政府就是咱老百姓的家长 我希望政府能像 亲爹亲妈那样 对待我们老百姓 对待自己的孩子 但你认为现在 但你认为现在 现在他们是不是像 像这个像你说的这样子来 对待咱们老百姓呢 他们不是 因为他们就好像是一股黑恶势力 冒充政府共产党似的 我就是这样看的 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共产党 也不是什么政府 他就是冒充 冒充共产党 他们是一股黑恶势力 他们是互相聚集 聚集 他们是互相聚集应该是 欺负老百姓 他也不光欺负我一个 欺负好多人 这时候你被打以后 你妈妈过来看你 你的心情现在是什么样的 我心情沉重 七十多岁老妈 又为自己的孩子 大年初二出来 你说是什么心情 中国传统节日 中国传统节日 在国外的甚至都要归乡 在这一天都要归乡 来看自己的父母 回到自己家乡 可是他们就这样打我 可是我妈去离家 看自己孩子来 那你对媒体有什么 诉求呢 我就请求媒体 能够跟踪我 保护我们一家人的安全 现在我们一家人的安全 已经不保障了 那你被打以后 是为什么挨打 你们有什么愿情呢 你妈妈 你说什么呢 我说那你们被打以后 那你们有什么愿情呢 你妈妈 你妈妈有什么要求呢 我妈有什么要求啊 我妈有什么要求 我这个要求 给我女孩看电 好了把房子给我换回来就行 那你从你们的内心深处 你们认为应不应该惩罚这些 惩罚这些 惩罚这种黑恶势力呢 应该 太应该了 应该狠狠地惩罚 就想看病叫房子 没有别的 我就想给我姑娘看病 把我这个房子 144圈房子 房子 全部都给我 这些年纪 是租房钱 我们也 有什么istinct 这些年纪 有什么要求 对 我们都没有 你 带到 空心 攻击